最近网上恶搞我相信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因为最近似乎政府有意将网上恶搞叠入侵权行为 大家都会开始拖头 网上恶搞其实不是最近的事 因为过往一直都有这方面所谓恶搞的事情出现 特别是近几年互联网兴起 开始多了人将一些恶搞的作品放上网 其实说起恶搞 过往很多人都会将一些电影海报 又或者一些对白 去配上不同他们想讽刺的人的样子 希望可以去表达他们对于那个议题的关注 又或者他们去讽刺一些他们不喜欢的人 但是这个恶搞为什么会成为 今次列入侵权行为 很明显就是恶搞那些人 对于他们经常被摆上桌子 非常之不满 但是事实上一件事就是 恶搞是其中一个文化发展 因为恶搞本身是透过一些修改 一些元素去显示 当时的一些想法 其实就等于现时的很多的图 又或者一些所谓的改歌词 这一类做法 但是若果你将这个所谓的恶搞 就放了一个侵权行为的话 其实你某程度就压杀了一些人 去透过去改编一些东西 又或者去透过修改去建立他们 另一套的文化 而事实上就是恶搞这个行为 在香港来说我相信年轻一代 都已经是接受了很久的 甚至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我举个例子 一些艺人去扮一些其他的艺人 去尝试一些人物等等 其实本身都是一种恶搞 我们看到其实香港人很受乐 这方面的东西 甚至是这类东西 是本身带给香港人很多的欢乐 所以若果你说突然间 将这个所谓的网上恶搞 列入侵权行为的话 其实某程度就令到香港人 慢慢觉得就是 令我寻求快乐 又或者我寻求一些创意的空间 你都剥夺了 所以我们是绝对反对 就是将这个网上恶搞 列入侵权行为的 也都欢迎各位网民继续恶搞 千万不要放弃了这个 你应有的自由